由于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在日前将孕妇列为新冠疫苗施打对象 慈禁医院妇产科黄岐医师表示 孕妇在第二或第三孕期施打是最佳的时间 而施打疫苗以国外的医疗期刊数据来讲 因为孕妇是血栓高风险族群 而莫德纳疫苗发生血栓的几率相对来说较低 孕妇怀孕有三个孕期 在第二第三孕期12周以后施打疫苗是最好的时间 因为在这段时期胎儿以及胎盘比较稳定而完整 这时候发生流产的情况相对也会比较低 那如果是孕产妇来诊所或者是门诊来预约说 可能要疫苗的一些问题的话 大部分疫苗的时间就是打了十几点 那因为孕产妇的话其实我们大概会分成三个孕期 就是第一孕期第二孕期跟第三孕期 第一孕期的话大概就是12周以前 那第一孕期的时候我们最常会遇到的问题 大概就是可能会造成流产 就是自然流产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 造成胎动减少之类之类的 这些我们都是会比较特别注意的 所以在打疫苗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会建议孕产妇在第二孕期或第三孕期打会比较好 因为这个时候胎盘已经完整了 然后宝宝也比较稳定了 那这个时候发生流产的机会相对来说会比较低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因为打疫苗下去说 如果这个发生了流产那到底是疫苗的问题 还是这个本身胚胎的问题 这个就是要考量的地方 所以我们大概会建议说 目前大概就是第二孕期或第三孕期打会比较好 但是我们学会上建议说 其实任何时间打都可以 只是要跟运产妇讲说 这个它会有一个风险说 如果你打下去的话 文献上来说对于流产它其实不会增加风险 但是如果它打下去之后造成流产 那这个因果关系就很难界定 而至于要打哪一种疫苗比较适合 医生比较建议准妈妈们施打莫德纳疫苗 因为孕妇是血栓高风险族群 因为AZ比较容易产生血栓问题 以国外的医疗期刊数据来看 莫德纳疫苗在美国打了三万个孕妇之后 她的不良反应比较少 施打的疫苗的话 目前在台湾大概可以取得的疫苗 大概是莫德纳跟AZ 那AZ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血栓的问题 血栓的问题大概就是每10万个 就会发生个位数的量 但是在孕产妇的话 它可能会增加风险 因为孕产妇它其实是血栓的高风险族群 所以如果要选择的话 我们会比较建议就是施打莫德纳 莫德纳的话在美国N1GN 它最新的期刊来看 就是它施打大概三万多个孕产妇 那发现上来看它其实不良反应很少 也没有发生就是胎儿的一些异常 或者是孕产妇有一些死亡的风险 施打完疫苗之后的孕妇 还是必须注意肌肉酸痛或是关节疼痛等问题 而AZ疫苗会有比较高的发烧机会 需要注意48小时注射疫苗之后 是否有持续发售的情况发生 一般来说就是施打疫苗的这个不良反应 最常见就是注射的部位疼痛 肌肉酸痛或是关节痛这些 那AZ的话它比较有高的比例 它会有发生发烧的机会 那莫德纳的话比较低 大概三成的机会 它会有发烧的机会 所以大概我们就看48小时 可是48小时发烧就结束了 那就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就是看看这些注射部位 有没有什么一些不良的反应 但是如果发烧超过48小时 那就建议还是回医院 或者是回诊所去看说 有没有其他可能性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